各位前面一段道歉影片是因為當時我跟紀安洛克本 我們一起去了網路上搜尋的探險景點 廢棄馬蜂病院擺了一個視角遊戲 這件事情呢 我們的確有給冤方帶來的困擾 我要在這邊慎重的道歉 那這件事情的經過究竟是怎麼樣呢 我現在想要先把主管意思拋掉 客觀的陳述給一些想知道的觀眾 他會有我們的角度跟院方的角度去看這一次的世界 什麼事情都是一體兩面 一定會有兩種不同的思考角度 那我就先從我的角度這邊開始講 當時呢 我跟門約好白色視角遊戲這個督傳說 但因為他需要一個空房間 結果呢 在尋找場地的過程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蠻有名的廢棄的麻蜂病院 有非常多的節目 新聞報道 名列台灣十大骨子一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這個時候我做了這個錯誤的決定 我聽信了那些網路上的報章雜誌 曾經去探險過的節目的直播主 他們去探險的畫面 都想要呈現給觀眾看的 所以我就沒有到當地去探訪到底是不是用人的 在這個狀況下 我是更不應該擅自的進入探險 到了這邊以後 並不是給我一個陰森很恐怖 當地給我一種古色古香的氣息 幾棵大樹 荒暗的路燈 像是一個眷村 你可以看到裡面還有住著一些人家 那些住家連綿著那個時期 他們廢棄下來的醫院宿舍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很舒服的 在不遠的下坡處 就看到那個醫院的本體 我們就在本體的門口 開始拍了開頭的影片 想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陸續有傳來兩組人馬的聲音 他們還很熱心地跟我們介紹說 裡面的洗濕台怎麼走 太平間還有寫了什麼字 等等這些東西 就做了這個追錯誤的決定 進去了這個廢棄的救援區 後來我就把這個影片剪輯之後上傳 約莫三天盟 聽到本本跟洛克索的line 就跟我說 有一個熱身鳥院的工作人員 他說 那個廢棄院區是他們的舊院區 叫我們把影片下架 不然就要提告 當時的我一接到這個消息 馬上把影片下架 致電給院房 讓他們說 對於這一次很抱歉 我們已經馬上下架了 如果有造成任何的損失 不管是實施的 背後價值觀上面的損失 都願意全權負責 全書賠償 感到非常的抱歉 當時接電話是一名主任 他當時的態度是有一點帶來情緒的 他是跟我說 反正我們感覺就對了 他們那邊已經去報警提告了 到這邊 我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事情怎麼轉變得這麼快 一收到通知的時候 他就說他已經報警提告了 連溝通還沒有溝通的情況下 報警提告 這個當中 我們兩邊的立場 一定有出現了分歧點 對吧 結果我只猜得果然沒錯 後續我陸續 打給院方不下十幾次的道歉電話 我了解到院方當時到底是什麼立場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我本人是院方的話 不要說提不提告這種事情 但我相信我的心情也一定會感到 非常的無奈 而且無助吧 當時就在跟他們影片上傳的那一天 雖然在影片中沒有提到任何的名字 但是他們一看就知道那是他們的意願了 所以他們就在下面留言說 請儘速下架 如果不下架的話 將要進行提告 但是為什麼沒有馬上下架 第一個 我 不是他們頻道的人 本來就不會看到這一支留言 我也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第二個 本本跟洛克 他們當時 那一天是在去日本的前一天還兩天 所以他們那兩天特別的繁忙 就我所知 他們也沒有看到留言 到了當天的晚上 同一個醫院的工作人員 跑去私訊了本本的粉專 就我所知 當時本他們是有一個小編的 那他們在幫他回覆訊息的時候 他就只是回了一個官方的說 謝謝你的告知 那我們這邊協調過後會儘速處理 當時其實如果 我換成是醫院的角度 這個影片 我不管怎麼請他下架 都下不了 我只能找我唯一的途徑 報警提告 所以我非常能夠諒解 他們對我們的包容心 一定是說到 只剩下很小很小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課題分離 每一個不同的立場的人 都有不同的功課 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功課 我們所學過的 強壓到他們身上 因為他們的人 能面對的理由是另外一種功課 你看看一個 還在大學 同學一定就說沒差就給他們告 那為什麼他們不去告一些節目 等等這一些話 但是這一些話 講出來的過程 把課題給融合了 當然我們也不用 思想 願方 要你離間我們的立場 讓我們是無心的 這些也全部都不必 因為 我們也不需要把他們的課題 強加到我們身上 他們有他們的思考邏輯 我們有我們 應該要賠償 應該要去解決 應該要去負責的部分 那是我們該去做的 其他事情我就不管了 我一直以來的心態都是這樣子 所以後續呢在那十幾通電話裡面 我提到了各種辦法 比如說出腳本 告訴大家說那裡是不能進去的 麻風訂閱這個麻風 到底代表是什麼意思 包括我也去聽了他們的演講 也尋問有沒有能夠做志工 彌補的機會 可以把收益捐錢給他們 寫了道歉信 當面舉功 他們要求把所有媒體的文章刪掉 我的親自聯絡各大媒體 他們幫我下架 這樣子 這些很多事情我都做了 這是因為我明白 雖然我們對於院方來說 並沒有實質上面可以看到的損失 比如財務 東西被破壞等等 但是呢 我們在無形之中 已經有對他們造成的損失 第一個無形的是價值觀上面的傷害 在以前學校來說就叫霸凌 看似對他沒有造成任何的傷害 沒有脊肉傷 他還是可以坐在那邊 好好的吃著飯 好好的上廁所 好好的回家 好好的上課 但是他的心中已經造成了傷害 其實他就是非常的有形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要彌補這一個 對於院方來說價值觀上的損害 說到這邊可能是因為前面 我們跟院方異常的不同 造成說他們沒有辦法 踩踏我的任何意見 因為我提出當面跟他們抱歉 他都跟我說他們很忙 只要等到法庭上再講 不過我在想 這個可能也是我要學習的 就是社會吧 我知道我不喜歡這個社會規範 而且說實在我覺得 有點丟臉 但是最後他們會願意出來 答應我見面的時間 是因為少了理髮委 幫我們協調說 可不可以安排時間跟我們見面 而那一次我們也是 三度的鞠躬道歉 提出了很多彌補的辦法 最後他們採納的是 捐錢 拍你們剛剛一開康那支道歉影片 整個事情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我知道我們是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們所面對到的 或多或少 其實都是你有可能會經歷過的 或許就可以參考看看 我的人生經歷的狀況 可以更美好的去修改我的方法 讓你更順的完成它 這個影片 如果能夠起到這種效 我覺得就更有意義了 如果當然有人會想 我一定是怕被告 還會這麼積極的想要處理這些事 這一部分 我是比較擔心 他們三個被告 我自己被告是比較不擔心 其實我在以前的影片 都講過很多次了 不管是喜怒哀樂 得到憂鬱症 等等的情緒 它是在我身上 我都會 用心的去感受它 因為我知道每一種情緒 每一種東西都是上帝給我 它的出現就是要我們 學習挑戰 挑戰成功之後 你可以把你的經驗 分享給別人 這樣子才有 經歷這些事情的利益 像我從那裡面 我就學到 打了這十一通電話 可是主人還是 不願意諒解 欸這就是我的挑戰 如果我能夠成功的 讓主人諒解我 那就是我所學到的 說話的藝術 如果我失敗了 檢察官 跟我的溝通 我去處理這些事情的方法 就成為了我的經驗 我就可以去幫助同樣以後 有遇到這種問題的人 我就是抱著這個心態 所以不管有什麼結構 我自己都是很豁然開朗的 經驗這一次 我知道當然對院方 非常的抱歉 但是 我只能往好處看 就是對於我來說的一個祝福 我能夠去克服它 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一個祝福 搞不好 對院方來說 也是某方面的祝福 也會因為我們 殺雞儆的作用 更少人去了那個地方 所以彼此來說 或許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也是非常感謝院方 這一次 這麼堅持的 提告 堅持了我們 開這些影片 我最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叫做阿德勒心理學 阿德勒他是心理學三大之父 其中之一 另外兩個是龍格跟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呢 他的理論叫做決定論 阿德勒他的理論叫做目的論 佛洛伊德的決定論 是我們在現實社會中 最常採納的一個論點 比如說我假設 我有一個哥哥 每天都不出門 去找工作 不管爸媽怎麼唸他 他都只會說 不門的話 我的頭又很痛 我的胸又很悶 因為我有人際恐慌症 就我們現代社會 決定論 佛洛伊德理論來說 你的哥哥一定是因為 他小時候受過某一種創傷 才會導致他得了 人際恐慌症 聽我們去看很多人都是這樣 比如說你看 有一個躁鬱症的人 他發作了 開始摔東西 我們會說 因為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所以他得了這個病 我們會用過去決定他的現在 定義他這個人 大家其實常用的觀點都是這個 阿德勒的目的論 讓我覺得有趣的是說 他是以你的 未來決定的現在 剛剛那個例子 我幻想中的哥哥出不出戶 是因為他小時候受到了創傷 被大家貼上的沒什麼 但阿德勒說 每一個小時候受到跟他一樣創傷的人 難道長大之後 都會得到 人際恐慌症嗎 說到這個時候 一定有的人就會有意見 每個人的抗壓性不一樣啊 那他就是得到了嘛 這隻佛洛伊德都會這樣子講 但阿德勒不會說 其實是因為你的 哥哥 他小時候受到這個創傷 導致他在人際相處上 貼上了一個秘書 附著這種標籤 長大之後 他知道外面的社會 會給他貼上更大的標籤 所以他不如好好的待在家 因為他知道他待在家裡 他就不用去面對那一些標籤 他可以在家裡 安心的吃 家裡的飯 一到他的家人 要把他轟出去的時候 他身體就會告訴他說 不要出去 毒瘟疑出去 就沒有辦法這麼安逸的吃飯 所以他的身體就會產生一些 頭痛 胸悶等等之類的症狀 他的意義就是在於說 其實他缺乏了一個認同感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非常有趣 認識了兩個精神症狀的人 他們都是因為某些特定的狀況下 精神病不會再發作 所以他們所接觸到的環境心態 似乎真的可以去改善他們所感受到的一切 改善他血清素不足 多般不足的問題 你們不覺得很神奇嗎 只要未來改變了 你的現在就可以變了 阿德勒說他不怕有一天 他的名字 理論 被世人給忘記 因為他知道在好幾百年的以後 那一套社會上正統的心理學 肯定是從他的那個心理學術 延伸出來是變了另外一個心理學的格子 所以他知道他的靈魂一直都在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事物 都有他的感受 都非常的值得我們去細細的品嘗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學到說 遇到歡樂的事情 都以欣賞 感受 體驗 挑戰的角度去看待 因為非常冷 但是我也很想把你演 接近到這裡